大家好,我是小宇,欢迎来到缤分娱乐秀,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见面,我们会每天准时的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,缤分娱乐,现在开秀! 肖战被官媒称为青年人代表,是对他最有利的支持和肯定。 这几天肖战在沉寂了多日之后突然间又火了起来,原因在于他参加了一场对谈活动,先后被央视、北京卫视、北京日报、北京青年报等主流媒体报道,8月3号又有消息说,具有官媒背景的北京日报刊登了肖战的有关报道,标题是他将真诚倾注于作品当中挖掘人性。 在该报道中,北京日报称肖战为青年人的代表,这一说法无疑是对肖战的极大肯定,因为在该报看来,肖战是能够代表青年群体的。 想要代表一个群体,当然首先要非常优秀才行,能够在各方面做其他人的表率,而肖战在做人表率方面做得非常到位。 比如他身体力行地做公益,并用自己的影响积极地影响着小飞侠们,也同身于公益事业。 在新冠肺炎最严重的时候,肖战不但捐款捐物,还参加了公益直播活动,还在不久前亲自去渔县参加织农公益活动,这都为全体青年做出了表率,能够被官媒认可并且获得力挺,并被作为青年一代的代表。 必须自身各方面都要硬,足够阳光和正能量,道德上就必须没有瑕疵才行。而这些肖战的身上都有,但他身上的这些闪光点,官媒看到了。 小飞侠们也看到了,大众也看到了,而黑子们却故意装作眼盲,选择了视而不见。 但黑子们无论看见看不见,肖战的阳光和正能量都是客观存在的。 大众们看得一清二楚,大众之所以看得一清二楚,事实上还要感谢黑子们持续不断的抹黑,放料。 但离黑子们意想不到的是,在他们持续放出的黑料中,有大众反而看到了一个没有缺点的肖战。 一个正向的肖战,是值得守护的肖战,他原来是那么明媚的一个人。 无疑,肖战空降活动现场,代表青年人与万方谈话,让肖战一夜之间再次成为了街头巷尾谈论的对象,对黑子们的打击是显然意见的。 说明了他们长达五个多月的持续抹黑,失去了原本的意义。 而高家代表主流价值媒体,给予肖战活动的报道,说明了这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媒体,对肖战是力挺和支持的。 这是对肖战最大的支持,对此路人也好,小飞侠也罢,都是看得一清二楚的。 但黑子们对此却视而不见,简直不能太可悲了。 一边是官媒的力挺,一边是黑子们的投诉。 就在活动结束之后,邀请肖战参加活动的举办方,受到了大量黑子的投诉。 称肖战不适合出现在纪念草语先生的活动当中。 想想这些黑子们的恶作剧般的言行,的确是令人讨厌的。 但始终相信,无论这些黑子们怎样折腾都折不住肖战的付出之路, 也阻挡不了更多的主办方,让肖战参与更阻挡不了小飞侠们对肖战的喜欢, 以及主流媒体的力挺和支持。 主流媒体纷纷报道肖战就是对肖战的支持和力挺。 原因就在于肖战是一个真热阳光而干净的人, 是一个能够代表青年一代的正能量之人。 喜欢肖战因为他值得。 吃瓜不停,娱乐不断,感谢大家关注《缤纷娱乐秀》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,请给出您宝贵的赞, 并且递得订阅我们的同时,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,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。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,拜拜。 ,拜拜。